开始的时候是我的爱人的爸爸先去世了 在12月14号那天 接着就是我父亲 是12月19号 然后当天的话 我爱人的姑父也去世了 他和我父亲走势同一天 接下来是我一个亲人的奶奶也去世了 也是我身边的人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奶奶也去世了 疫情放开以后 就是八天就身边的我们五百亲人都走了 我奶奶是感染新冠 就是阳性 一直发烧 然后住到医院的 我就一直跟他打视频电话 我一直在看着医院的他这个仪器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 我就看到就是他那个血氧 然后从70一下就变成问号了 然后就当时我就跟我姑说 我说这个血氧怎么变成问号了 然后我姑也说 是不是机器出现问题了 就赶紧就按那个 那个呼叫那个灵吗 然后呢 我姑这时候就摸我奶奶的气息 就是基本就很虚弱了 然后给他做了一个心电图以后 就是说可能就没办法了 就是说就是因为血氧低 他这个肺部也有感染 然后就过世了 他去世的时候 他的那个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死于新冠吗 没有 他的 这个就是我家人就后来跟我说 他说他这个没有写新冠 其实他其实是新冠的这些并发症 引起的这个肺部感染嘛 因为血氧低 但是就给他最后的死亡证明上写的是肾衰竭 因为他之前有肾病嘛 是 听说现在是不让写新冠吗 是 这个是肯定的 我听说就是其他的 就是像我爱人的这个姑父 他也是因为新冠早 他们应该照片子的是白费 然后应该也是没写 他就也是写的他之前的这个疾病 就是过世 就这样 他们后世办的还顺利吗 后世是这样 就是因为 我岳父的话 他是刚刚放开以后 就是那个时候他过世的 就是过世的人还不多 挺顺利的 就当天就火化了 就像我父亲的话 他是在19号过世的 他的那时候的话 就是病人的话就激增了 就是宾馆人就激增了 他的病脏费就分贝了 等于就是花了大概三万块钱左右 到八宝山火化 等于就是加价 像我姑姑他说在急诊室里 就是那么短的时间 大概就看到四五个人过世 就被抬走了 就这种的 那时候就已经非常激增了 小奶奶的话过世以后 医生呢就是先登记 就是说政府统一安排 就是不用私人去管这个事了 然后政府统一安排的话 就先把遗体放在殡仪馆 什么时候通知什么时候火化 当时我奶住那个医院的话 他的那个医院的宾馆 其实就是宾柜已经是饱和了 遗体的话只能放在这个 宾柜外边 它就是有这种就是捕坏的这种风险 然后后来听说 这个我奶的遗体 没有被放到那个集体的那个兵库里 后来是到了就是殡仪馆 他们临时建的一个兵库 然后给放到那儿 然后没有等到1月19号 大概是12月31号吧 就那天就提前就火化了 然后就是三天以后 然后殡仪馆通知就是去护灰 怎么看待中国官方 现在公布的这个死亡的数字 肯定是数字不是准确的 是瞒报的很多 或者就像像我奶奶这种的 她是有基础病 她就是因为新冠发烧过失了 他们把她判定为 就是她之前的基础病 就是神衰戒 你觉得应不应该有人 为这个事情来负责呢 当然是应该有人 为这个事情来负责 当然就是说 因为很多追责的事 就是走一个过程在中国 他们这样大规模的去放开 真是都是让人无法理解 三年那就没有意义 人民又受到了风控 又受到了这种 已经上升到人权侵害 像新疆大概隔离了 有半年的时间 然后反而到最后 还是发生了这样的程序 身边有这么多的亲人过世 这是让人真的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每当想起这个事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非常生气 都是可能吃着早饭的时候 都会敲桌子 都非常非常生气 想到这些事以后 觉得你们家今年的春节 会跟网年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平时的话 春节的话都是来我奶奶家 来聚会 然后这次我爸爸也过世了 然后等于我奶奶就有他这么一个儿子 然后其实网年过春节的话 家里的话就是我爸爸陪我过初心 然后这等于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家里就没有人了 想真的就是这个年也过不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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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这种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